岁末年终台中市十方喜能中心感恩列车从11月1号启动 寻回每一家爱心企业 今天第七站来到台电 由15名漫飞天使穿着恐龙装表演欢乐歌曲 并带来亲手制作的手工饼干 与员工和民众互动 现场温馨满满 举起手在空中挥舞 他们是十方喜能中心的漫飞天使 岁末感恩列车从11月1号启动 寻回每一家爱心企业 今天第七站来到台电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掌声 一个微笑 一个舞台 一个拍拍手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的孩子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因为他们需要舞台 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 那秉持这样的心情 我们就把列车开在这个地方 来感谢台电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会挥手转转圈 卖力演出 十五位漫飞天使来到台电大厅 穿上可爱恐龙装 背着恐龙蛋 带来劲歌热舞 观众们拿着铃骨一起打节拍 欢呼声不断 孩子们原本紧张的表情 渐渐放松 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最后分享手工饼干 给每位员工和民众 再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融化所有人的心 第一次 很害羞 我喜欢来这边继续跳舞 四方喜能中心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团体 我们也每年都会邀请他们过来 那也看到我们的那个十方 今年来的小朋友跟去年 又不一样了 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 在十方的带领之下 他们进去念国小 然后就换新的人过来 我想这个十方 它是一个很棒 然后会一直不断的前进 照顾小朋友的这一个团队 那我们台电也会 持续的支持我们的十方 十方创办人也是台电人 因此长期给予协助 今天洽工场所 因为这些漫非天使的来到 有别于平日 欢乐满满 不仅增加孩子与社会的互动 也让企业感受到 助人的幸福感 我们会越来越棒 感谢你们 有你们真好 爱你们